你知道鸡汤怎么做才能好喝又有营养吗? 下锅蛋的母鸡切成大一点的块,加桃米水洗净 放入砂锅,鸡汤好喝的关键水质很重要 我会用它先过滤一遍它能减少自来水中的杂质水沟等 水质更纯正做出来的鸡汤也更鲜美 砂锅放姜片和过滤后的水煮开 加玉米胡萝卜和泡发的香菇红枣 盖盖炖40分钟左右,出锅前放盐,枸杞 好水才能做好汤,你们学会了吗?